今次跟大家講一下Leica的shared account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anky 今次跟大家講一下Leica的shared account的問題 到現在還有很多朋友問我 M10、M11、M10R、M10P shared account是多少的 在這裡講一下到底shared account是什麼 shared account基本上是數碼年代 一些單反的數碼機 他們去計算到底拍過多少張 這部相機自出廠以後拍過多少張照 這個可以看回單反的作用可能比較大 因為單反裡面有反光鏡 在這裡的動作 滴打那一刻是很快的 有一定的衝擊力 對於一部機器來說 壽命是會比較講究一些的 去到 現在來看拉卡部分 拉卡部分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rangefinder 那個鍊是 送碼機的鍊是垂直升降的 那麼動作就小很多了 像這部M9 那他的動作就少很多了 那變了其實那個損耗性就很小的 那曾經有一位影友 那他拍了二十幾萬張 那那時候他那一部是M8.2來的 那都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後來他曾經換過一次的Shutter 去拍到三十五萬張的 那那部機器曾經希望他去 去跟他買回這樣見證 其實Leica可以拍到三十幾萬張都沒有問題的 那至於之後是怎樣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 好了,圓規正傳再說回Leica的機器 那其實Leica的機器呢 是都有Shutter Account可以看得到的 那並不用說在電腦去按鈕去看這件事 就算是在對著那部機器 有一些秘技呢 按一下按一下就按出來的了 那好像現在這樣 那這部的M9 我試試按一下Shutter Account給大家看看 首先這裡按Delete 著了機器之後 那然後呢 兩下上 四下落 三下左 兩下右 好 Info 那這樣就出了這個畫面了 那然後選第二個 那跟著向下按 就看到Shutter Account是12891下 那是不是真的呢 那拍多一下呢 那當我剛剛按了一下Shutter之後呢 那這裡就看到它是加了1的了 那就是說呢 這個我沒有騙你了 那這個是Shutter Account來的 是Lumbar Exposure 這個秘技呢 我就會給大家看一看 到底做法應該是怎樣的 那大家如果是用M8 M9 M9 CCD的Monocone 那都可以是可以檢查到自己 到底那部機器曾經拍過多少張的 隨著CCD的報出歷史的舞台呢 那Leica呢 亦都是推出了CMOS的相機啦 那由之前的千八萬像啦 升級到去二千四啦 那M240呢 也是因為這樣而明明的 那在這個相機上面呢 就增加了Live View啦 和這個錄影的功能的 那所以呢 Shutter Account呢 在這裡就變了意義含糊了 因為譬如說我的用家呢 是可能拿來拍片居多的 那可能我用的程度很厲害 所以在Shutter Account方面呢 就反映不到的機器的使用情況啦 那除了M240之外 後期推出的MP240呢 和Monocone的M246呢 都是有同一樣的情況的 OK 至於Excel系列呢 那是跟240呢 是差不多同期推出的 後過240少少少 那都是呢 因為這部機呢 是一個無反的相機啦 所以呢 依賴這個感應器的機會呢 是更加大的 平時你去看東西啊 看東西啊 基本上呢 都是經過一個感應器去看的啦 使用量呢 是更加多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Shutter Account是 SL系列啦 無論你是SL啦 SL2啦 SL2S啦 都是一樣的啦 至於再近代少少少啦 好像是M10系列啦 無論是M10 M10P M10R 那雖然它們呢 都是沒有得拍片的 但是呢 它又可以用Live View 所以呢 其實都是沒有了 檢查一下 它Shutter Account有多少下啦 那你說 如果至於 你怎麼去看這部機 是拍過多少呢 其實是看不到的啦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是去由外觀去看回 那譬如說 它磨損的程度啊 尤其是那些角位啊 那些邊緣位置啊 它們的損耗是怎樣 那你都大約估計到呢 這部機呢 曾經大約拍過 用得多不多 用得多啊 用得少啊 用摘劑啊 那樣 你可以大約去想像得到這件事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說 可能很多朋友呢 買二手機的時候呢 是擔心呢 那部機呢 會不會好意壞啊 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個壽命會減短了啊 那其實呢 就Leica呢 一向呢 都是很耐用的 就算是說回菲林年代啦 五十年代的M3啦 那到現在呢 主要抹抹抹抹抹呢 依然是 可以很順暢的運作的 那所以呢 大家呢 就不用太考慮 這個Shutter Account的問題了 剛剛那麽簡短的介紹呢 可能未必會滿足到你的 那如果你還有其他的疑問呢 歡迎你來到我們尖沙咀 或者是旺角的門市 去了解更多的 那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呢 希望你給我讚我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